你是不是经常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,你是不是觉得晚饭是多余的,只会增加你的体重和脂肪,你是不是认为只要白天吃得好,晚上就可以忍饿,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,那你就大错特错了,坚持不吃晚饭的人,结果会怎样,除了可能变瘦,还有四个后果在等住你,小张不吃晚饭变成瘦肉王, 小张是一名大学生,他从小就胖胖的,被同学们取消为小胖子,他很想减肥,但又不愿意运动,他听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,于是他就开始每天只吃早餐和午餐,晚上什么也不吃,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难受,肚子咕咕叫,头晕眼花,但他咬牙坚持,想助自己会变瘦变帅,果然,一个月后, 他的体重下降了时间,他高兴地跑去买了新衣服,可是他没有注意到,他的皮肤也变得干燥暗审,头发也变得稀疏干枯,眼睛也失去了光泽,他的同学们看到他的变化,都感到惊讶和担心,有人问他,小张,你是不是生病了,你怎么变成这样, 小张却自豪地说,我没事啊,我在减肥呢,看,我都瘦了时间,同学们摇摇头,觉得他太傻太可怜,小刘不吃晚饭,患上胆结时,小刘是一名白领,他工作很忙,经常加班到很晚,他也想减肥, 但他没有时间去健身房,他听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,于是他就开始每天只吃早餐和午餐,在公司里喝点水果汁或者咖啡,他觉得这样很方便,也不会影响工作效率, 他也觉得自己的体重有所下降,他很满意,可是他没有注意到,他的胆囊里开始出现了问题, 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,在非消化期间胆汁会在胆囊里长时间聚集,这样胆汁会变稠,容易结晶形成胆囊结石,有一天晚上,他突然感到右上腹剧烈疼痛,并伴有恶心,呕吐,发烧等症状, 他被送到医院检查后,发现自己患上了胆结石,并需要手术治疗,医生告诉他,你这是因为长期不吃晚饭导致的,你知道吗? 胆囊结石如果不及时治疗,可能会引起胆管阻塞,疑腺炎,肝脓肿等严重并发症,甚至危及生命,小刘后悔不已,觉得自己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 小王不吃晚饭得了胃溃疡 小王是一名教师,他喜欢运动,身材很好,他也不吃晚饭,但不是为了减肥,而是为了锻炼身体。 他认为晚上不吃东西可以让胃肠休息一下也可以,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。 他每天晚上都去跑步或者打球,然后回家洗个澡就睡觉,他觉得这样很健康,也很舒服,可是他没有注意到,他的胃里开始出现了问题。 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,胃酸会腐蚀胃粘膜,长此以往会增加胃炎,胃溃疡等疾病的风险。 有一天早上,他起床后感到胸口闷痛,嘴里有血腥味,他吐出一口血后,立刻去了医院。 医生给他做了胃镜检查后,发现他的胃里有一个大约一厘米的溃疡,并有出血的迹象。 医生告诉他,你这是因为长期不吃晚饭导致的,你知道吗? 胃溃疡如果不及时治疗,可能会引起出血、穿孔、恶变等严重并发症。 甚至危及生命,小王惊恐不已,觉得自己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了。 小李,不吃晚饭,患上低血糖。 小李是一名学生,他喜欢学习,成绩很好。 他也不吃晚饭,但不是为了减肥,而是为了多花点时间复习功课。 他认为晚上不吃东西,可以让大脑更清醒,也可以避免消化不良,影响睡眠质量。 他每天晚上都在书桌前看书或者做题,直到很晚才睡觉。 他觉得这样很努力,也很有成就感。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,他的血糖水平开始下降了。 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,在晚上学习时消耗了大量的能量, 使得大脑能量供应不足,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。 有一天晚上,他正在做数学题时,突然感到头晕,心慌,出冷汗, 手抖等症状。 他拿起手机,想给父母打电话求救,却发现自己说话含糊不清, 甚至出现幻觉和意识障碍。 他被父母发现后,送到医院检查后,发现自己患上了低血糖, 并需要静脉注射葡萄糖液来恢复正常。 医生告诉他,你这是因为长期不吃晚饭导致的,你知道吗? 低血糖如果不及时处理,可能会引起昏迷、抽搐、脑损伤等严重后果, 甚至危及生命,小李后悔不已,觉得自己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了。 这四个故事告诉我们,坚持不吃晚饭的人,结果会怎样? 除了可能变瘦,还有以下四个后果在等住他们。 皮肤干燥暗沈,头发稀疏干枯,眼睛失去光泽,变成瘦肉王。 胆囊结石,胆管阻塞,一线炎,肝脓肿,患上胆结石。 胃溃疡,出血,穿孔,恶变,得了胃溃疡。 低血糖,昏迷,抽搐,脑损伤,患上低血糖。 那么,为什么不吃晚饭会导致这些后果呢? 我们来看看医学科普的解释吧。 晚饭的作用 晚饭是一天中最后一顿饭。 它的作用是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,在夜间进行新陈代谢和修复。 如果我们不吃晚饭,就会打烂我们的生物中和内分泌平衡,造成以下几方面的影响。 影响大脑功能 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,它需要稳定的能量供应来维持正常的思维。 记忆,情绪等功能 如果我们不吃晚饭,就会导致大脑能量供应不足,从而影响大脑的工作效率和质量。 长期不吃晚饭还会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等的风险。 影响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,它需要定时的进食来保持正常的消化功能。 如果我们不吃晚饭,就会导致胃肠道空虚过久。 胃酸和胆汁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和损伤。 长期不吃晚饭还会增加胃肠道溃疡、节食、癌变等的风险。 影响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,它需要充足的营养来保持正常的抵抗力。 如果我们不吃晚饭,就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,从而影响免疫细胞和抗体的生成和活性。 长期不吃晚饭还会增加感染、过敏、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风险。 影响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。 它需要规律的进食来保持正常的激素水平。 如果我们不吃晚饭,就会导致血糖水平下降和胰岛素分泌稳乱,从而影响糖代谢和脂代谢。 长期不吃晚饭还会增加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的风险。 晚饭的原则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,晚饭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 我们不能因为减肥或者其他原因而不吃晚饭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住我们可以随意地吃晚饭,我们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,才能让晚饭发挥最大的效益,而不是带来负担。 以下是一些晚饭的原则。 吃得早,晚饭应该在睡前三到四小时内吃完,这样可以避免晚上消化不良或者胃胀气等不适感。 如果晚上加班或者学习到很晚,也要尽量在十点前吃完晚饭,否则会影响睡眠质量和第二天的精神状态。 吃得少,晚饭应该控制在一天总热量的20%到30%左右,这样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导致肥胖或者其他代谢性疾病。 如果白天吃得多,晚上就要相应地减少食量,反之亦然。 晚饭的份量以七八分饱为宜,不要吃得过饱或者过饿。 吃得好,晚饭应该选择营养均衡、易消化、低脂肪、低盐的食物,这样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素,同时减少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负担。 晚饭应该多吃蔬菜、水果、豆制品、粗粮等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的食物,少吃肉类、油炸、辛辣、甜食等高脂肪、高糖、刺激性的食物。 吃得慢,晚饭应该细嚼慢咽,这样可以增加咀嚼次数和唾液分泌,从而促进消化和吸收,同时也可以增加饱腹感。 防止暴饮暴食,每口食物至少要咀嚼20次以上,每顿饭至少要花20分钟以上。 我们了解了坚持不吃晚饭的人,结果会怎样? 除了可能变瘦,还有四个后果在等住他们。 变成瘦弱王、胆结石、胃溃疡、低血糖。 我们也了解了晚饭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作用和原则。 我们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提高大家对晚饭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, 让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和美丽。 我们下午4至40分钟。 变成瘦弱王、需要1至40分钟环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